首期一年期一无一期末建策 今天在成功领正式开跑 外界最关注的震撼教育也确定回归 一难必须在炮身还有机枪身下来完成操课 另外期末建策分数占比也曝光 建策分数占比最高的就是综合战斗教练占了30% 而实弹射击部分则是占了20% 也重视说要从新训中心毕业 新兵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精进各项的战斗训练 以及射击打靶 手持步枪头戴钢盔 灵兵们互相协助抹上卫装膏去识别化 准备向敌军阵营冲锋 行军途冲探查敌军动向 立刻发动包围 一难们面对敌军炮击 硝烟赶紧上前就位营救灵兵 贴着掩护握射预备 更要实时观测战场环境 而接下来的科目必须要手脚并用才能通过 越过豪沟在后方等着一难的是 屋顶型铁丝网还有高半网必须压低重心 为接下来的推进冲锋做准备 这棋检测对象是成功里的首批一年棋一无一难 要通过新训毕业考难度可不小 因为震撼教育回来了 发现在真实战场上的环境跟电影演的完全不一样 电影还是没有办法演绎出真正战场上的那种 会让人带来那种震撼感 为期五天的期末检测分出战比最高的是 综合战斗教练包括震撼教育 战场救护以及三天两夜的行军速营 另外实弹射击则占20% 军方更要求一难们必须在90秒内 18发实弹射击中至少要命中九次 让许多人直呼压力大 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震撼教育同胞之间的默契度 还需要有待加强 合格门槛我们一样是他达60分 关键训向射击部分是一定要合格 震撼教育确定要回归了 以后当一年的义务义难 一定要通过这项训练才能从新训中心毕业 国军也希望借着此项政策 可以加强义难的心理素质 记得桑文蕭瑞生 台中采访报导